本章主要分享的是菜单管理的三个重点 菜单管理基本上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叫做先度管理 第二个部分叫做删除没贡献的利润管理 第三个部分就是改造菜单的管理 所以说我们常常发现很多人菜单的manual 他都没去统计说他到底这一个菜色 也就是说这个主菜他到底卖出几份 其实每天你都要做检讨 除了你要做人数的检讨以外 也就是莱克律的检讨以外 你还要能够知道说到底哪几组菜单是根本没有人点 当人家没有点的时候 你的继续做法就是三个做法 就是第一个如果这个菜色没有人点 你的先度管理一定会有问题 第二个部分就是删除它 第三个你就改造你的菜单 就是要针对这个菜单没有人点的问题要处理 那至于menu的部分 其实当初的时候你在设计这个东西 你就是用少量印刷那你不要为了这个八百块的menu印制费啊去毁坏到你的你的整个经营有些东西该舍就得舍不要有的人呢只是为了省这八百块啊省这八百块的menu啊我们今天讲的就是目录的价钱啊然后让自己浪费更多在食� 在采购上的不便利 第一个请各位想想看啊 如果说假设有一组菜单或几组菜单都从来没有人点 那你就会有报复的问题 对不对 然后再来你会有先度管理的问题 那因为它是非常少量的进货 所以你也就会有成本进货偏高的问题 那其实当一组菜色没有人点 它是在告诉你什么事情 它在告诉你一个你可能当初的时候有目标客户设定错误的问题 这个就是一种不断的检讨跟修正 所以当一个店家如果说你不是一个连锁性的店家你要不断的做调整你要做所谓的锁定同一客户的调整也就是把客户喜欢的东西夸大多样化 好让他能够单价金额会会买的更多或者组合的越多也就是你越符合客户畅销的料理你这家公司就越赚钱 第二个你必须锁定不同时间的调整有没有可能你去复合一些客户去做不同时段的提供不同的选项 再来你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复合产品的调整也就是除了借助自己以外还要借助别人的力量 我们今天假设P来讲如果说你今天一个店头部分你可以做他们讲的叫做一番店二番店三番店 就是说基本上来讲可能你做一种的结合的话做同一个空间的使用的时候那你在经营上会更加的没有风险 感谢各位收听我是张明尹我是玩笑力的共同作者谢谢